好 那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来告诉大家 直接的切入EQ的五个成长方向 EQ的五个成长方向 其实Daniel Goldman这些专家 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都是从情绪着手 所以最基础的 原来在课程里面 应该叫大家如何察觉自己的情绪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何疏解自己的情绪 如何觉察他人的情绪 还有与人相处 跟各种不同个性 跟我不一样个性 不一样的这种生活习惯的人 不同看法的人 我们如何还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好 那因为今天我们要 很浓缩密集的来上课 所以我们就把它扩大 我们的案例里面涵盖着 最基础的察觉情绪跟情绪有关 但是也可以扩大 就是觉察自己 不只觉察自己的能力 可以觉察自己所遭遇的问题 自己现在的一些想法 还有控制自己的能力 跟觉察 疏解自己的能力 那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讲到前面三个 那我自己在做这个 PowerPoint的内容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前面这三点 已经提供给大家 有非常多的可以操练的 那我自己的教学经验 就是给大家太多东西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全部网网网 所以呢 我就决定跟大家一起 Focus在前面的三点 那前面三点 我所提供的六个方法 已经可以让大家 回到生活里面 有很好的操练了 好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就来看看 就是我们用案例来说明 自觉能力如何来影响 大家的幸福 特别是你的家庭关系 那很多在夫妻关系里面的 EQ的应用 同理可证 同理可以应用到你的亲子关系 同理可以应用到你的职场关系 或者是你的任何的人际关系 好 所以自觉能力 它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幸福跟快不快乐 我就来用陈明跟亚欣 这个家庭来跟大家解释 陈明跟亚欣呢 他们是一家四口的家庭 他们有两个儿子 一个到了青春期是13岁 另外一个呢是9岁 半大不小的时候 那这一家人呢 你可以看到 你跟他相处 你会发现 夫妻也很爱对方 那夫妻非常爱孩子 孩子也很爱父母 但是呢 夫妻爱得很辛苦 父母跟子女之间 也爱得非常辛苦 他们这一家人呢 是在许多的争吵中来相爱 原因是 亚欣呢 她受不了她的丈夫 又笨又懒 那因为我在社区里面 有特别为社区的朋友 开妈妈班跟爸爸班 那也有夫妻班 那么他们夫妻非常好学 所以亚欣就参加了妈妈班 那在妈妈班 我们在探讨夫妻关系的时候 每一个妈妈都在分享 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亚欣呢 她很生气的讲说 她说她没有想到 她是嫁给一个又笨又懒的丈夫 所以我们就问她说 我们看你的丈夫挺好的 她工作也很有能力 她如果又笨又懒的话 肯定工作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啊 她说那是给你们看的 你就不知道她在家里面 什么家事她都不管 然后呢小孩子的课业 她通通都不管 她整天都在手机上 好 那么到了下个月的时候 我再带这个爸爸小组 那么在带分享跟活动的时候 陈明呢 他也就分享 他觉得说 他没想到 那个时候 他看到他太太很能干 但是呢 他发现 他在婚姻里面需要的 不是太能干的妻子 他需要的是一个温柔的妻子 然后他就讲到 他就说呢 其实他常常很想在厨房帮太太的忙 但是太太总是讲说 走走走走走 你看你笨手笨脚的 帮我弄得乱七八糟的 对 那他甚至他要管孩子 他就 他就会把王岐老师搬出来 他说 王岐老师是这么说的吗 对 所以后来陈明 他在这个爸爸的小组里面 他就讲说 他说后来我就发现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 少做少错 我不做 就少挨骂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他们夫妻的问题 陈明想帮忙 但是陈明现在不敢帮忙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一个能干的妻子 他嫌老公他在厨房做的 这些帮忙呢 没有他灵力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雅兴是一个非常能干 那他的个性应该是属于 喜欢把事情做的非常周到 完美的 非常仔细的 确实我们跟他相处 做他的朋友很好 因为呢 你请他帮的忙 他都可以做的超过你预期的好 那每一次我们有聚餐 他的食物真的是 是做的比餐厅还好吃 那因为他们的老大 也天天灌在房内 不愿意跟父母互动 那这个工作 还有家事跟管孩子疲惫 使得雅兴他非常的埋怨 如果我们是在实体课程的话 就会让大家分组讨论 自觉能力如何来影响这个家庭 也就是当如果陈明跟雅兴 他们都有自我觉察力的时候 那他们的家庭的状况 会不会有所改变 其实我想有很多 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可以明白 我们好想把陈明说的话 也让雅兴知道 所以就必须要夫妻坐下来一起谈 可是等夫妻坐下来一起谈的时候 陈明他就不敢讲 说因为他多做多爱骂 所以当他们夫妻分开的时候 他们就很乐意说 那你会发现陈明所说的话 是雅兴所需要觉察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自我觉察力 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到 其实当这个丈夫来帮忙的时候 雅兴他很烦躁 他会感觉就是陈明 就是影响到他在厨房的工作更利落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是雅兴的话 我会这么做 第一个我会察觉到 当我在厨房有人在旁边的时候 我很焦躁 所以我会直接跟陈明说 我现在正手忙脚乱 我等一下 或者我会跟他讲说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在厨房里面 但是待会 或者你可不可以把水果 带到这个餐厅里面去帮我消耗 所以这个必须要在雅兴 在当时觉察到他心中的烦躁 然后呢 他才能够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别人不干扰他 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来告诉陈明说 很清楚的来告诉陈明说 他这个时候 他需要的不是在他旁边帮忙 他需要的是 就是他在餐厅来帮他 这个消水果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觉察 自己的情绪跟需要的时候 你才能够跟对方有一个正确的沟通 我们曾经在一个聚餐里面 丈夫就是他们非常爱我们小组的人 他买了好昂贵的龙虾 所以我们好高兴也很感谢 他们画这么多鲜 炒了一大盆龙虾 可是我们发现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夫妻两个脸色很难看 就是两个人不说话 那本来我们是一个夫妻小组 按理说呢 是帮助他们夫妻更好的 结果我们的小组聚餐的温馨 反而使他们夫妻不温馨 那因此我就把丈夫跟妻子 叫到旁边私底下说 原来是这个妻子看到丈夫 为大家炒这个龙虾 那他以前是厨师 所以他很会做 可是呢 他那个时候很想专心的做 他不希望妻子在旁边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跟需要 因此他就很生气说 走走走你不要在这边 所以他用的这个口气呢 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妻子就回答他说 我只是要来帮你忙 你不帮你就说一次 所以他们两个就炒起来了 好 所以这个是自觉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操练 当下随时你能够察觉 你自己的情况 跟你的需要是什么 然后能够把你的需要 讲清楚说明白 这在夫妻的沟通当中 家庭人际的沟通当中呢 是非常非常耀人 第一天 尤其他人 相比较安逗 放下随时 也不想要 这边 手中的